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华裔厂商对美国经济繁荣之贡献 日前和国会议员Algerin共同参观的华裔企业 在休士顿之制药公司专门生产试剂盒 并且已经得到政府之紧急授权 开始大量投入生产以造福全美各地居民 在当天之午餐招待会上 我代表休士顿国际区及美南新闻集团 向方氏家族表示由衷之祝贺 并对他们工厂创造之就业机会表示高度赞扬 我向在场之各界中外来宾表示 近年来我目睹了许多华人纷纷在各地创业 制造就业机会及促进工商业之繁荣 功不可没 我们要向社会各界人士大声疾呼 对于某些反移民人士表示不满 他们狭窄之眼光令人十分忧心 我同时呼吁华裔人士必须加强团结 向政客们说不 今天我们的未来似乎走在十字路口 未来不管是何人掌权 为了我们之前途必须大声疾呼 政府必须尊重和合理对待所有之国民